真菌 开场的真菌是上皱的 真菌性的外耳道盐 将外耳道基本上堵上了 骨膜表面就附着了一层这种真菌块 那么处理真菌 这种白色的粘稠 有的时候可能用肉眼看上去 感觉像龙式的这种 但是实际上你用器械清理 它是一种就像豆腐渣一样的 很碎的这种东西 这种就是真菌 跟那个农业的这种 锡的这种还是不一样的 肉眼看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 但是在内镜下很容易就能区分开 所以说这个有内镜的外耳道检查 对疾病的判断的准确性 远远超过了额镜 甚至比这个电耳镜的准确性要高很多 电耳镜的比肉眼要好一些 但是因为放大的倍数有限 这个成人呢可以直接在骨膜上做操作 前提是一定要跟别人谈好 这个信息 膝带上面会有点头晕 当时的那几分钟会有点 感觉到有点晕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信息工作结束以后 很快就能恢复了 这种黏糊糊的这种东西呢 单靠敷压信息 不太可能会清理的非常的干净啊 所以像这种有黏性的这种东西呢 我一般还用双氧水再去清洗一下 事后呢自己也可以用双氧水清洗啊 双氧水呢我们在外耳道用的是3%的浓度的啊 也许不知道外边有没有其他浓度 我会用我见过的双氧水倒是3% 这一用的啊 这个双氧水是要整个浸泡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泡沫往外用啊 很多人有时候拿棉签去擦双氧水 这就起不到双氧水真正能作用啊 双氧水在外耳道里并不是用来什么消毒啊 或者是干什么 更多的是用它这个起磨这个特性啊 把深部的这个啊 这个分明布带出来啊 反复清洗 因为它在这个门诊呢 当时呃 操作时间毕竟是有限啊 自己在家里可以呃 没有次数限制 你觉得痒啊 或者是觉得有东西流出来 就可以反复洗啊 双氧水洗完了啊 再去涂抹这个抗真菌的药膏 呃一部分就是大部分都可以这样解决啊 还有少数比较顽固的 可能还有会有些其他的方式啊 一个是清理 比较要频繁一点 第二个呢 抗真菌的药物啊 局部的更换 但是首先是不能使用 这个抗溶素类的第二剂啊 这一类的药物是不能往真菌里点的 否则的话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好 这个是 啊 另外 这个另外一个病例啊 它这个耳朵 这个真菌就比较的明显了啊 里边一层 外眉层蛋壳啊 蛋壳里边是这种白毛 把这层蛋壳先掀下来 这个人耳朵比较窄啊 这个我这个小钳子头上是一毫米多一点的 里边操作起来都很困难 这个狭窄可能也是它 呃 频繁出现这个中二啊 这个真菌的原因啊 有一部分这个 人的腕道真菌就真的跟脚气是一样的 不断的有 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皮肤的啊 它表面的白毛啊 它也不会破坏这个中二 对听力呢 主要是它如果堵的多的时候啊 如果少的话 对听力的几乎没有影响 像这种整个护了一层内的 会感觉有些闷 但对中二的传声 还有内耳的神经结构啊 都不会有影响 不要太紧张 我看很多咨询平台上 一听说外耳道有针菌 都感觉要崩溃了 不至于啊 但有的时候有些真菌 一个是本身就容易复发 第二个呢 有一部分人 前期治疗不正确啊 滥用抗生素啊 甚至还有拉去输液的 什么都有 外耳道的壳啊 清下来 看骨膜表面还有一层 这个还是啊 这个骨膜表面这层 真菌呢 不太好直接清理 那还是使用双氧水啊 去泡 双氧水滴进去 一定要完全把 外耳道泡满啊 自己在家的话 就歪头控过来 控干就行了 大部分都流出来 剩下呢 有些残存的水渍 自然也就会挥发干燥啊 或者是你用吹风机 把它烘干 不要用棉签啊 尽量不要用棉签 去想要擦干 因为身方的话 你棉签只会把它捅得更深啊 有的时候有些分泌物 刚刚被这个泡沫给带出来 棉签一捅又进去了 刚才这个骨膜表面这个 进过双氧水的浸泡以后啊 有点黏了 可以不像刚开始那种干片 心气就差不多能吸得动啊 否则直接从骨膜这么窄的外耳道 从骨膜上剃呢 就确实有时候不太安全 卡列镜增加了这个医生操作的这个范围 但是同时也提高了风险啊 如果在患者在操作过程当中配合不好 突然的移动 那么有可能会造成骨膜的这种损伤啊 像这种真菌啊 我当时都跟我的患者都提到过啊 特别是有一些反复已经清理过几次啊 有的真菌的朋友呢 是在定期过来 他有的时候容易复发啊 复发就过来我清理 那么我都是说呢 自己可以背一个啊 从那个网上买一个便携十点内镜啊 定期观察 这是一个骨膜制管啊 骨膜制管 这最早当时的视频我忘了放没放啊 后来放了有半年啊 这是半年前制的管 后来半年以后呢 中二机也基本上还空了啊 我习惯最少放半年 那么这个把这个管拔了啊 这个管拔掉以后呢 这个骨膜上有个口 因为他当时拔完管 要出去玩啊 然后 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啊 我说你过来我看一下 这孔长得怎么样啊 这个海绵还没有掉 那我把这个海绵用勾枝啊 踢出来 哎 这个 骨膜已经愈合完整了 表面隐隐约约 所以还可以看见一个当时制管的痕迹啊 中间还有一个凹陷 它愈合是从磁周往中间涨 骨膜愈合的还不错啊 完全愈合好 这是一个骨膜质管啊 很多在质管之前一听说 要在骨膜上放个管感觉很恐惧 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口会不会长啊什么的 其实大多数啊 基本都能在一个月之内愈合好 真正 完全不愈合的呢 不是说绝对没有 但是是极少数的这个个案 这是一例 外耳道胆脂瘤 也是我去年当时手术操作的 一年 将近一年了以后 我说我提醒他以后每年要复查 你看他的这个外耳道 当时啊 你现在都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惨烈这个情况 外耳道他的皮肤已经被破坏的 完全都骨头就露出来 现在都是后涨呢 涨了去年8月份的病例 可能还差一几个月到一年 大部分区域已经涨上了 那还有些区域 皮肤还没有完全愈合好 表面形成的这种绞化物啊 它胆脂瘤的形成的就是因为外耳道的这个字节功能的丧失 里边是一个毯子一样的改变啊 周围的皮肤已经大部分的上皮画好了 还有小部分没长好 等着慢慢再涨吧 骨膜就在这个零玄空啊 叫玄环症 这个当时外文文献里提到的 骨膜表面也是一层这种 脚化的东西 所以这个外耳道 字节功能丧失 不光是外耳道皮肤 连骨膜的这个字节功能都丧失 像前面那个骨膜质管那个玉盒的相当快啊 不到一个月就完全长好了 像这个病历都快一年了 这个上皮的这个功能还没完全恢复 你看这表面还有一小块肉芽 就完全消 刚取出来的时候里边更是惨不忍睹 就播放之前的了 这是去年8月份的病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